講那個衣服 我想到就是 也教大家一個小撇步 就是懶人穿衣髮 就是現在冬天很冷 對 然後你如果隔天你要起床 你要脫衣服 穿衣服 那個過程很容易 先在棉被裡溫好 前一天晚上 你先把衣服放到棉被裡 然後你跟你起床再背 我會這樣 我也會這樣 窗好在有沒有打開 全新的自己 跟衣服一起 懶到這種程度 對啊 還適合看罐的 對啊 會這樣子 而且又溫柔 就好 在床上就好了 對啊 所以衣服衫應該正常吧 OK啦 其實我覺得人的心理是這樣 就是那個美感破滅 那個女生看起來 頭髮也是香的 OK的 衣服也是香的 好啦 終於有一天 進展到那一刻 那一刻你不會計畫的 那就是突然感覺來了 也不是只有一個人感覺 是兩個人同時要有感覺 可是女生千房萬房 因為她們有料到 會發動在這一天 好啦 當衣服一件一件 退去的時候 燈光昏暗 然後 隨著音樂搖擺 那空間當中 有一些 自有若無的喘息聲的時候 你赫蘭發現說 她的內衣是很老舊的 然後 然後 泛黃 內褲是肉色 內褲還那個線還脫落這樣子 阿嬤那一隻高腰 不是 阿嬤也沒關係 但是你不應該是白色的內褲 可是就已經泛黃 然後線還脫落這樣子 你整個進展到這一步的時候 會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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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感覺盪然無存 後來我跟女性分享這個觀點 她說 可是妳也太要求 我們總不能一天24小時 一年365天 天天都在等待這一刻吧 我說對 任何時 任何時 因為原廟不可言 就是隨時 隨時要把自己武裝好 隨時好 對 明明說阿嬤內褲 等到現在來 他憋到中間 憋到 一拉 好像很性感 說成了 對 所以有時候 當然女生的付出我們很肯定 對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男生畢竟就是 視覺 嗅覺的動物 是 小葉妳除了不洗頭 妳房間是不是也 我房間是真的滿亂 然後像剛剛分享之外 我覺得每一個女生 都應該要有一個小牙刷 為什麼 因為衣服除了不洗之外 你如果有時候 還是弄到成什麼醬油膏 我們就是 粉底 對 粉底頭 我們就會用那個小牙刷 紙刷那個邊邊 但衣服還是整件不會洗 那如果你還是等一下要約會 要要穿那一件 我教大家也是一個小佩服 因為我們家裡 都會有一個那個 直立式運動 就是那種掛蒸氣運動 你沒有洗衣服沒關係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你萬用的寶貝 熊寶貝拿出來 萬用的寶貝 然後整件先噴完 Don't call me baby Yeah I'm my baby 然後噴完以後 就用那個運斗機這樣 碳位 所以我跟你講 整件衣服就跟新買的一樣 真的假的 又香 然後又乾淨 生活智慧王 但是有時候 還是會發生一些囚失 因為那次我就是 也用同一個招數 我想說OK 這個完美 就去約會了 這時候男朋友約完會後 我們就可能就是 坐在公園聊天就說 這顆範例 這好像不是剛剛黏的 因為已經硬掉了 有什麼叫 沒有 超米 超米 不是超米 是古巴 男朋友就當作是性暗示 沒有 因為那個米他會聽成是蜜 沒有 沒有人會有這種暗示 生米 難道今晚要變成蜜 是豬成蜜 好 那我最後拿 寶貝 我們不要這麼瘋人 我好癢啊 好癢 我可以聞著腰 開始抓 對 因為腰一直趕快去 最後下一波 然後等夜再講 那種雙關語這樣 對 好癢 男友 害木娜 不知道要幹嘛 等夜講好雙語 寶貝 我頭好暈 雯姿剛剛叮我 我好像等到燈隔日了 你看這樣 好煩喔 寶貝 我是哪妳人 我是妳的人 然後就整個夜都講這些 講完以後男生也很累了 回家睡覺 對 跨年有沒有 我問說你要去哪裡跨年 可以跨在你身上嗎 我讓你慢 我們很浪漫 你怎麼專備這些喵妹的 好啦... 我最後還有個終極的一個小配 我要教大家 就是如果女生 這些你都做了 還是不夠 你想要裝賢惠 跟你們說 因為之前我想要做菜 跟我男友一起 但是學做菜太累了 你想要裝賢惠 就去超市買完 然後每個就這樣裝盤子 然後擺盤擺得很漂亮 然後就會跟他說 寶貝 我今天煮了一整天 好辛苦喔 然後他還是會覺得 詐騙雞團 他是詐騙 詐騙吧 沒關係 是真愛他會接受的 NASTER...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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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